这群小孩是丧尸的后代 从小被关在军事基地中 女孩叫小梅 每天早上 她主动坐上轮椅 自己绑着脚铐 士兵举着枪杏门 女孩会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 等着士兵将她的头部 手腕依次靠紧 再把她推出房间 走廊上 一群和她境遇相同的丧尸二代 被带到了教室 他们要被迫学习人类的语言和知识 小梅是丧尸般的学霸 双伤高 还懂礼貌 连元素周期表都倒背如流 前来一个女孩打败怪兽 守护公主的故事 阿丽听后瞬间泪目 因为故事里的小女孩是小梅 而公主就是她 阿丽情不自禁地走到小梅身边 伸手抚摸着她的头 突然长官破门而入 大声地迫使阿丽 长官玩起袖子 将手臂伸到小男孩面前 人类的味道瞬间激发了男孩的本性 随即班上的孩子也都狂躁起来 个个面不争议 唯独小梅努力地克制住了 在阿丽的阻拦下 长官制裁罢手 拿出阻断剂掩盖出了气味 小梅十分鄙视长官的做法 对着她一顿狂怼 但下场就是被晾在轮椅上一整遍 阿丽经过牢房时 看到被惩罚的小梅 直接开门就要给她松绑 但小梅闻到了老师的气味后 突然控制不疯了 阿丽惊慌地逃到门外 将阻断剂胡乱地涂到脸上 她对自己的鲁莽感到愧疚 第二天 小梅没有照常去上课 而是被长官推到了实验室 原来博士为了制作疫苗 一直在用丧尸二代做实验 在多次解剖后 她找到了一支病毒的方法 只要解剖完小梅 确定了实验结果后 疫苗的研发就将取得成功 随后助手给小梅助手麻药 将她绑在了手术台上 一切准备就绪 突然警报声响起 但博士却无视警报 坚持要完成实验 他命助手加强防护 但没等防护网络下 一个丧尸突然复创而入 助手来不及谈闪 被咬伤了手臂 博士捡起了地上的碎玻璃 朝丧尸轻握过去 虽然解决了丧尸 但自己的手掌也被割伤 很快助手被感染为丧尸 博士慌忙地从后门调了出去 此时小梅还绑在手术台上 她体内拥有丧尸的基因 丧尸助手把她当成了同类 躲过一劫的小梅 急忙用一旁的手术刀 割断绳子逃出了实验室 此时基地外一片狼疾 人类和丧尸相互厮杀着 一个士兵想要朝小梅开枪 一旁的阿力上前阻止 却被一拳打倒在地 小梅看见阿力被欺负 瞬间抱走 跳到士兵的身上 一口咬断了她的脖子 第一次尝到人类尾倒的她 直接昏了过去 阿力抱起小梅 但此时的基地已经沦陷 无处可去 而且一大波丧尸正在向他们涌来 这时一辆卡车驶过 救下了他们 坐上车才发现 车里还有博士和长官 身后无数的丧尸在追赶 在最后关头 几人逃出了基地 摆脱危险后 长官才发现小梅也在车上 立刻举起枪 想要射杀她 但阿力拼死挡在了小梅身前 同时博士也表示 小梅对实验很重要 长官同意暂时不杀小梅 但为了安全起见 只好给她戴上了面罩 绑在车顶 才重新启程赶路 中途补充水源时 众人遭遇丧尸的突袭 一番战斗后 随行的小兵 只有小黑活了下来 汽车也在基站时受损 众人只好汽车 步行到最近的基地 去呼叫救援 但在此之前 他们要穿越一大片丧尸群 他们屏住呼吸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突然 一个丧尸推着婴儿车 朝他们走来 女人起了好奇心 又脚挡住车子 丧尸却毫无察觉 突然 车里出现异动 女人壮着胆子 伸出手 眼前的一幕 吓得她惊呼出来 女丧尸瞬间被唤醒 长官迅速将女丧尸击毙 但枪声却吸引了更多的丧尸 纷纷向他们扑来 几人迅速躲进楼内 好在苏醒的丧尸并不多 阿里和长官要去楼内搜查 确保是否安全 只留下了博士和小梅 小梅好奇自己的身世 博士便向她讲述起来 原来在一次搜查中 偶然发现了一群丧尸婴儿 在胎盘中 就已经被感染 他们靠着啃食母体器官存活下来 而小梅就是其中一个 第二天一早 众人打算继续出发 但建筑外汇聚的丧尸 是昨天的几倍 根本无处落脚 小梅提议自己先去探路 她充分发挥十二代的作用 在丧尸中畅途无阻 很快小梅发现了一身猫 两天没劲使的她 饿狼一般的啃食起来 饱餐一顿后 她来到一户人家 看什么都十分新奇 一时玩心大起 正在此时 屋内传来狗叫声 小梅灵机一动 将狗放在街道上 丧尸群被狗叫声全部引开 之后每次遇到狮群 都有小梅拿着对角机 先去勘察情况 然后选择一条较为安全的路 众人再继续出发 但越往前走 路上的丧尸越少 这反倒让众人感到不安起来 一段时间后 众人发现一座 被藤蔓缠绕的高塔 植物正从塔底的丧尸身上 吸取养分 结束的病毒果实 一旦展开 花粉蔓延到空气中 人类就会迎来真正的过日 但好在果实十分坚硬 不遇上洪水或者高温 轻易不会破裂 呼叫总部却无人回应 这里没有食物 随行的士兵小黑 只好冒险去寻找物资 另一边 小梅开始躁度不安 她很久没进食了 长官将她放出实验室 补充一番能量后 小梅的意识恢复情形 随后 她来到一间废弃的学校 发现里面居然有一群自己的同类 但这些小丧尸 没有接受过教育 行为就像野人一般 小梅暗中观察 听到这些小野人 正准备出门觅食 她突然想起 全去寻找物资的小兵 还在外面游荡 很可能成为野人们的 烈士目标 她捡起地上的过气罐头 钻进了一旁的商店 一边吃一边逛了起来 还兴致勃勃地看起了杂志 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一群丧尸盯上了 即将沦为他们的猎物 小梅发现同类后 急忙跑回实验室报告 长官用对讲机呼叫小黑 紧急撤退 但那边始终没有回音 原来小黑早就被丧尸包围 小梅寻着味道 找到了小黑的位置 当他们赶到时 一切都来不及了 小黑已经被啃食的 面目全非 阿丽突然意识到 商店是那些小野人 设下的陷阱 而他们现在也落入其中 来到商店外 果然他们被丧尸团团围住 长官拿起枪 但被小梅拦住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聪慧的他懂得 勤贼先亲王 小梅气场全开 丧尸头领 被他一顿抱头搞定后 剩下的丧尸也被纷纷下退 几人刚回到实验室 就被博士放出的 不明气体迷晕了 他把小梅拖进手术室 手上的伤疼得他大声哀嚎 因为没能及时治疗 伤口已经感染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必须尽快研制出疫苗 就在他忍着剧痛 给伤口消毒时 身后的小梅却清醒了过来 原来刚刚都是伪装的 小梅根本没吸入气体 因为体质和人类不同 他可以十分钟都不呼吸 博士看来硬的不行 只好动之以情地劝说小梅 希望他能舍己为人 仅仅牺牲他一个人 就可以换来人类活下去的希望 当然也能拯救他最爱的阿力 听到这儿 小梅动摇了 他刚准备脱下鞋子 脑中闪过一个想法 自己和同类们也是独立的个体 拥有着思考和学习的能力 为什么要为人类牺牲 小梅冲出实验室 博士立刻追了上去 不料半路遭到了丧失的堵截 最后他放弃了抵抗 因为适者生存 这就是人类当前的命运 与此同时 小梅来到了那座高塔下 他划开一根火柴 烈火沿着藤蔓不断攀升 果实在高温中逐个绽放 病毒随风飘散到世界每个角落 人类的时代即将终结 故事的最后 阿力被关在实验室中 继续给丧失二代们传授知识 阿力成为了世上仅存的人类 此刻小梅带领的丧失二代们 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一个属于丧失的世界即将到来